今天晚上的颁奖礼 好 下面来看一下演出市场方面呢 《雪狼湖》的编剧著名的音乐人李迪文 推出的又一部作品将在上海 北京 广州等六个城市上演 那么在演员方面呢 请到了是阿萨 林志颖和张志玲等 那么这个剧呢 昨天晚上在上海进行了一场预演 由于是第一次出演舞台剧的几位主演 看起来都有这么一点小小的紧张 其实星光讲述的是对音乐充满理想 坚持梦想的歌手及音乐人的故事 剧中的几位演员大都是第一次接触舞台剧 非但要用普通话对白 还要又唱又跳 对每个人都是不小的挑战 剧中阿萨扮演极具明星潜质的Rose 首次演舞台剧 没有经验的阿萨连连叫苦 压力超大 真的好大压力 因为也是啦 最重要是因为这次要用普通话来演戏 我从来没有试过 对啊我 而且我还是对自己的普通话 没有那么有信心 而扮演剧院老板的张志玲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一方面因为普通话不够自信 更重要的是正式演出时 太太袁永宜将会来现场观看 她是比观众更挑剔的一个观众 所以我希望我明天的表现很好 今天睡好一点 看看半斤八两的同伴 阿萨心里略微好受些 另外这次在剧中与林志颖扮演情侣 对阿萨来说感觉还不错 我第一部的电视剧是更好拍的 对应该是七年 没那么久吧 有七年啦 七年啦 好像重遇一个一位老朋友 对 新鱼的参线上海报道